做销管千万不能说的几句话 第一 当你对着客户说 这怎么可能呢 虽然这个话没有恶意 但是客户听来就像在质问他 这种表达方式会让客户非常的不舒服 下不了台面 而且还会让客户觉得你这个人真不会说话 从销售心理学来讲 一直致意客户的理解力会让他们产生不满 让他们感觉不到最起码的尊重 逆反心理也就随之产生 第二 这不是我管的 做销售都要用心的去服务客户 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 就算真的不是在我的服务范围之内 也要耐心的告诉客户 应该去哪 应该找谁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直接说 这不是我管的 这样只会让客户觉得你是在推卸责任 你觉得下次如果客户还要续约 或者要购买新产品的时候 他会来找你吗 第三 不要说你懂了吗 我们要清楚 做销售不是问顾客是否听明白了 你说的话 而是在沟通中间 你听懂客户的话 你有没有对客户讲清楚 从而挖掘客户对产品的需求层面 要反过来这样问 先生 我有讲清楚吗 您还有其他需要我再说的 更明白的地方吗 这样的话 客户就容易接受了 是在沟通中间的工作室的项目